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新剧情中 叶宜兰痛恨亲生母亲吴素平把自己抛弃 在她的认知里 奶奶才是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 她说的话都是对的 当她看到李建国偷露吴素平和江秀云的对话视频时 她崩溃了 原来这么多年来 一直欺骗自己的竟是奶奶 吴素平当年并没有抛弃自己 是江秀云欺骗吴素平说 孩子死了 叶宜兰逃离叶家 玩失踪 急死江秀云后吴素平 而赵涵没了叶宜兰的协助 报复不了李建国 就绑架了她的私生子昆金 把电话要李建国来见面 出不过来的是李宇哲 昔日的好兄弟发生知己冲突 赵涵用刀捅上了李宇哲 叶宜兰即使出现阻止了赵涵 原来吴素平找到了叶宜兰 母女相认 乙兰向吴素平道歉 并称自己会去自首 为自己做的坏事负责 赵涵在叶宜兰劝说下 放下仇恨 并独自承担所有罪责 代替叶宜兰入狱 美味其人的结局 就是送嘉宁怀孕和宇哲不如婚姻的殿堂 叶宜兰默默等待着赵涵出狱 江秀云众叛清离 孤独终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了 把你想说的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等待